那我们看到就是说逛灯会逛灯会会想到什么 就是小提灯 嗯没错 今年的桃园灯会四府就别出心才设计了一款 名为飞天活力珠 为什么会取飞天呢 等一下就让大家知道 好这个小提灯就是让农历珠宁的象征 就象征这个农历珠宁嘛 那更添换了一些统区 这次也研发了另外一种就是投影的APP装置哦 那只要民众下载这个相关的一个 桃园自在有APP 再搭配这个四府发放了一个投影卡 那就可以在上面投影出主灯的立体图像 非常酷炫有趣 我们刚才看一下这一则相关新闻报道 圆呼呼的大眼加上珠笔与微笑 桃园灯会今年的小提灯蒙度爆表 取名为飞天活力珠 以奇幻的童话世界为灵感 融入代表梦想起飞的云文翅膀来创作 拉动提线就可以做出拍动翅膀的效果 也有着桃园发展将一飞冲天的意涵 另外呢 这一个珠有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的关节都是可以固定的 可以固定在某一个姿势角度都可以 包括翅膀也一样 那你在提动这个小提灯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的翅膀也会跟着摆动 同时呢 它的尾巴也会跟着摇动 所以这是一个设计感十足 也是这个充满着喜气的一只珠 除了提灯 这次灯会还有一个特别的赏灯小物 民众只要下载桃园智慧邮APP 并分享给亲友 就能到各灯区领取投影卡 组装后把投影卡放在桃园智慧邮APP上 就可以投出浮空彩灯的影像 可以说是创意十足 就会把我们看到的四座主灯 我们的迎宾灯 还有我们的火力小株 我们的飞天火力株的这个小提灯 全部带回去 可以跟这个好朋友分享 尤其是它是一个3D的立体投影 这是一个非常新非常炫的一个装置 花灯式灯会主角 随着时代演进 周边的纪念品也不断升级 融入一点点小巧思 就能让逛灯会变得更有趣 桃园有新新闻林德操是否采访报导